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庫克斯人当场就被击毙了 但是警方在他的车子和家中都发现有爆裂物 而目前知道他的枪支是属于父亲所有 不过他现在在学校的状况也被启迪 臉上带着腼腆笑容 上台领取毕业证书 谁也没想到画面中证明普通青年 两年后竟然成为暗杀川普的枪手 20岁的库克斯住在披兹堡郊区 距离案发的巴特勒大约56公里远 案发时使用的是父亲半年多前购入的枪支 现在大批警力进驻库克斯住家附近 全面封锁街道 因为无论是他的车子还是家里都找出了爆裂物 究竟嫌犯怎么拿走枪支 嫌犯父亲对CNN表示 要与执法人员谈过之后才会对外发言 不过库克斯身份也被棋底高中同学谈到他 都认为他是校园里的边缘人 库克斯在学校时非常安静 总是独来独往 常常因为穿着打扮而被大家取笑 长期遭到同学霸凌的库克斯 其实成绩良好 还是名数学自由生 同学都想象不出来 他会做出这种事 目前知道的是 身为首投足的库克斯 是在宾州注册有案的共和党人 但也曾在2021年捐了15美金 给和民主党有关的政治团体 无论是网络还是社群 都没有发现他偏激言论 暗杀川普的犯案动机 依旧是充满谜团 TBS新闻综合报道 还原当时 其实川普才上台不到10分钟 就遭人开枪 在一片混乱当中 可以看到密勤人员 是连忙扑上前 护驻川普离开 但是川普诱饿还是受伤了 另外川粉则是一死两重伤 现场一连串向鞭炮的响声 打断美国前总统川普 造势演讲 下一秒马上传来民众尖叫 川普还来不及 仔细看伤势 就被一群密勤局干员 扑上挡住 因为枪声还没停 尤其枪手位置 其实离川普只有约120公尺远 情况千居易法 但就在密勤局 团团围住川普后没多久 现场马上传来 枪手被击毙消息 离枪手位置最近的民众 也一边大喊 就怕枪手还有其他同伙 密勤局急着带川普到安全地方治疗 在混乱中 川普差点连鞋子都找不到 密勤局边走边用手 护着川普头 没想到川普还不忘造势 直到现场响起欢呼 川普才离开 这场枪击造成三名支持者 一死两重伤 而在经过治疗后 川普伤势无大碍 枪案发生后六小时 他的专机也来到纽泽西州 准备在当地过夜 下击时他的前后 都有密勤局保护 现场还有一位持枪武警防范 因为川普之后 还是会正常跑行程 维安等级只会有增无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但不只是亡羊补牢的维安 各界也在检讨说 美国密勤局是不是有疏漏呢 因为其实这枪手所埋伏的屋顶处 可以说是最直接面对舞台的制高点 再加上枪击前 其实有很多的目击者 是有向警方通报的 说看到了可疑的人士 但是警方没有上前查看 就在前美国总统川普遭枪击后的几秒 共五名密勤局干员扑救 将他团团包围 确定枪手遭制服后 将他护送下台 川普还握拳高喊战斗 全场高喊USA 但把时间到回枪击发生前的几分钟 现场已经有支持者看到枪手在屋顶 此时的背景音都还能听到 川普还继续在台上讲话 紧接着 枪声大作现场恐慌 尖叫声四起 大家惊慌逃窜 现场超混乱 此时还有人想跑向枪手所在的屋顶处 确认枪手已经被击毙后 大家人相当害怕 更有目击者指出早就看到枪手在埋伏 不止一位民众提前通报 但警方却没有及时查看 遭殖疑为何密情局会忽略这么重要的事 外界开始检讨密情局怎么会有这样的失误 另外还有在川普舞台后侧的狙击手 要回击时看起来有些犹豫 是否也不够专业 川普遇袭后密情局也说 有些警力是和当地警方戒掉 到底是哪个环节不够严谨 也被外界放大解释 TV烈新闻综合报导 确实全球都在关注 包含是南韩 南韩总统尹席月就透过社群网站 就此事来表达震惊 也慰问川普 更借发文来表达说 南韩永远和美国同在 南韩的媒体提到 今年初南韩最大在野党党魁 李在明遇袭事件 李在明本人也在社群网站上发声 表示这件事情令人不敢置信 南韩朝野同声谴责政治暴力 呼吁为根除动摇民主的重大犯罪 采取应对方案 而这起事件 您是不是也联想到了 20年前319仓击案 当事人之一的前总统陈水扁 说听到这样的消息很震惊 更感叹至今真相未明 现场响起鞭炮 非常多的烟雾明满 陈水扁手上大片血迹 319仓击案 陈水扁腹部重枪 因为这两颗子弹 让选举情势逆转顺利连任 20年后的7月 美国前总统川普13号 在演讲肇事活动遭枪击 旧网友纷纷说 台湾遥遥领先全世界 拿319重奖一遍 阿扁改成川普就好 前总统陈水扁回忆当时状况 仍感叹真相未明 你如果用来办 郑文餐那种的检查官 的切而不舍的精神 来办319的枪击案 那早就要打 整颗就对了 不过台湾大选发生的枪击案 不只有这一件 2010年实院的国民党副主席 连顺文帮忙造势站台助选 却遭男子朝头部开枪 当场血流满面 紧急送医 选举激烈 各方都遭暗杀 而川普遭枪击 让美总统大选 情势更加升温 而当年国民党换柱计划 是否有可能在美国重演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还并没有到 这个压迫拜登 必须得退的这样的力量 那个零界点还没有到 只能说今年美国大选的每一步 跟台湾过去的选举 巧合不少 接下来我们关注是以哈的冲突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 看来是边打边谈 因为以色列持续的攻击南加萨 尤其是尤干尼斯这个地区 这次甚至有学校遭到锁定攻击 以色列士兵重新扫荡 加萨市东部的西捷亚地区 并开始空投上千份传单 要该区25万居民 再往南加萨撤离 以军警告加萨市 很快再转为危险战区 但其他中南部地区根本还不安全 日前南部干尤尼斯附近就有学校遭轰 当时操场上民众开心踢球 没想到下一秒 突然轰天巨响导致原本拍摄的民众 用镜头一阵摇晃拍下所有人 惊险逃命的瞬间 影片中甚至能听见四周围尖叫声四起 跑到最后甚至能看到地面 躺着好几具遗体宛如人间炼狱 这波空袭又酿成至少29死 不过以军宣称瞄瞄准攻击的都是哈马斯成员 但军民们指证丽丽甚至亲眼目睹普通摊伤火火被炸死 以色列其实连四天锁定收容难民的学校攻击 从现场炮弹残海研判 以军伊斯优拿美制GBU-39小直径炸弹猛轰 GPU-39小直径炸弹由波音公司帮忙制造全长1.8公尺 并可搭载93公斤穿透性爆破弹头 可穿透1.8公尺强化混泥土结构 若搭配滑翔弹翼又能增加攻击距离 射程最远可达110公里 只是以色列再怎么轰还是很难完全消灭哈马斯 这礼拜哈马斯也加码公布反击影片 除了从废墟中埋伏 也出现武装成员偷偷摸摸跑到乙军战车底下 安装爆裂物后再快速落跑 在加砂市 尤哈马斯靠着接引线设置陷阱 要锁定的就是慢慢开来的乙军推土机 以哈停火协议等于边打边谈 加砂民众则是连九个月在战火中挣扎 有些甚至得靠摘桑叶吃才不会饿死 受苦的还有证明年仅四岁的小女童朱莉亚 她原本罹患罕健身精性疾病 AHC战火期间又因为缺乏可用的药物 癫痫症状快速恶化 幸好小女童最近被送往停泊 在距离加砂边境40公里远的海上医院治疗 根据CNN报道 这艘阿联的医疗船2月底至今 已进行了1000例的手术 但相比需要治疗的人只是冰山一角 除了加砂战况 以色列周四首度公布 去年哈马斯突袭的调查结果 内容承认已军当时对哈马斯大规模渗透 显得毫无准备 战斗也不协调 以色列国防部长认为 有必要展开更大规模的国家级调查 他甚至说不论自己又或是总理 都该被列入调查对象 点新闻 送货报导 英国首相施凯尔办公室表示 新政府正在为这个月17号 新一届的国会会期正式展开准备 预计要提出超过35项的法案 也将经济成长列为核心议程 施开了宣布新政府的目标 是在全国实现稳定促进成长和创造财富 办公室也发布宣明 立法内容将包含执行严格的新支出规则 强化独立机构预算责任局的角色 也代表未来重大的财政措施 将会经过妥善审查 新政府希望透过推出新国家财富经济 来吸引私人资本进入新兴和正在成长的产业 支持经济增长也实现净零的承诺 OpenAI现在不只是要专注研发聊天机器园了 现在还传出要开发全新的AI模型 代号草莓的这种AI 它可能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推理逻辑 能够有预先计划的能力 这是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内部文件 显示说OpenAI正在内部的多个团队中 进行草莓项目的开发 而且就算是在OpenAI内部 这项目也是严格的保密 而内部文件显示OpenAI不只是希望 新的AI模型能够回答问题 还要提前计划自己浏览网络内容 进行深度的研究 这也是大幅提升AI的推理能力 好轻松的话题带你来关心 是2024年欧国杯的决赛 由世界第五英格兰 对上的是世界第八的西班牙 虽然一度是双方占成了平手 但是最后西班牙靠着第86分钟 智胜球拿下比赛 对对对对对 兴奋到全场狂跳进入派对模式 穿上西班牙红色球衣也秀出国旗 全部人high到最高点 因为此刻西班牙在欧国被击退英格兰 拿下冠军四度封王 无敌舰队拿下冠军关键就是他 西班牙贴补上阵的27岁前锋 奥牙尔赛巴尔 在第86分钟攻进制胜球 打破上班场平手的僵局 保住西班牙以2比1赢得比赛 不只是相隔12年再度捧起欧国杯冠军奖杯 就会更以七年胜创下历史记录 成为欧国杯首支全胜队伍 而单届狂禁15球也是史上最多 纪念历史一刻点起彩焰狂欢 西班牙不只在欧国杯缔造新里程碑 更打造出明星球员 今年才17岁的新星亚马尔 不只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冠军球员 在欧国杯四次助攻 也成为助攻王 更拿下最佳年轻球员 只是反观对手 看着这决赛后烟火 可笑不太出来 英格兰上届输给意大利 连两届都在决赛失利 不只是欧洲五大联赛国家里 唯一没有在欧国杯摘冠的队伍 更从1966年世界杯足球赛摘冠之后 就再也没有拿过任何大赛的冠军 如今在与欧国杯的首冠擦肩而过 也被英国媒体称为是 男足58年的伤痛 底部新闻综合报道 比赛真的就是这样 几家欢乐几家愁 台湾网球一节谢淑薇传回了捷报 他和搭档杰林斯基在网布顿的网球公开赛混双项目当中 拿下了冠军 这不只是台博组合的第二座金杯 也是谢淑薇生涯的第九关 对手失误出现 这一刻网球一节谢淑薇生涯第九座金杯入带 跟搭档杰林斯基组成台拨组合 现在二网拿下冠军 既是法王直不四强 但温网又重回冠军宝座 谢淑薇开心秀出照片 说这是你们的2024温布顿混双冠军 回顾整起赛事 6比4先拿下首盘之后 第二盘第三局破发成功 接着气势横旺以6比3强下胜利 连下12分直落2胜过墨西哥组合 至于南单冠军赛 则却复制去年的冠军战戏码 24座大满贯得主乔科维奇 对决西班牙小蛮牛艾卡拉茲 两人激战了两小时27分钟 艾卡拉茲最终以直落三 以6比2 6比2 7比6击败乔帅 连两届在温网南单称王 手下生涯第四座的大满贯冠军 极退桥王在创新里程碑 也延续生涯大满贯 冠军赛百分之百的胜率 只是这场实施级的对决 他也来了 穿着紫色礼服带着夏绿帝公主 身为网球迷的英国凯特王妃 也逗场看球 甚至还担任颁奖嘉宾 而这也是1月宣布离癌后 第二次公开露面 出席活动不只获得全场鼓掌欢迎 也让外界猜测凯特恢复状况良好 身体正在好转中 第二新闻综合报道 好过去我们都认为说 看球赛是男性比较多 不过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这观念恐怕又要改变了 南韩的职棒为例 来看到今年进场的官赛人数 有况是突破1000万次 创下历史的新高 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年轻女性的球迷大为增加 天气又阴又闷热 也没破坏大批蜂涌而至的球迷 进场官赛好心情 南韩职业棒球联盟KBO 今年上半年进场观众人次 突破600万记录 预计一整年累积下来 进场观众有望收赐超过1000万人次 跟着韩联社记者来到高尺天空巨蛋球场 可以发现来来往往的球迷中 年轻观众明显多更多 年轻球迷十分享受现场热情和活力的气氛 特别的是越来越多二十多岁女性 也迷上这项运动 三年轻球迷中的20年轻球迷中的 年轻球迷中的20年轻球迷中的 男人比较多了 整体的20年轻球迷中的20年轻球迷中的 男性多了将近一成 音乐一下立刻挥舞加油棒 和啦啦队员一起摇摆 随着女性球迷增加 球场内应援氛围也跟着有了变化 以往以男粉丝为中心的球场 诸位模式如同军队一般整齐大吼 如今棒球迷们会随着适合情况 大声齐唱加油歌曲 除了应援方式有所转变 球场美食也多了符合女性口味的品项 炒年糕 鸡肉串 应有尽有 其中奶油虾最热卖开在前一小时 就已全数售丸 6时半平时 甚至场内还特别设置了 韩国年轻一辈很爱的人生四个照拍照区 我们三时到达到最初 所以我先拍摄了 我希望能复杂不准 这次LG都准备两次 三次准备准备准备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女性球迷比例飙升呢 专家分析 球团行销策略是主因之一 韩国职棒球团近几年 积极瞄准女性球迷市场 除了为女粉设计可爱周边商品 还推出卡通角色 和知名服饰品牌的联名球衣 球技表现之外 最最关键的莫过于棒球选手的颜值 有不少女性棒球迷 原本是偶像团体的粉丝 现在转而投向 帅气选手的怀抱 票价比较便宜 看比赛也很有趣 还有活力四射的加油文化 年轻女性之间逐渐出现了 看棒球比追男团划算的书法 让选手的人气越来越高 就如同偶像和演员 签名慧人潮满满 就能看得出有多受女粉喜爱 相约去看棒球 如今已成为韩国MZ世代之间最热门的活动之一 市场行销和球队运营也紧跟观众趋势 发展成为南韩独有棒球应援文化 TVB的新闻组合不到 前美国总统川普遭到枪击之后 按照原定的计划 前往威斯康西州密尔瓦基 参加党代表大会 而他自己则是再度发文 表示绝对不会被刺客强迫 不过他自己不紧张 倒是旁人很紧张 维安已经是全面的升级了 在会场的所在地也已经出现大批军警 在车队护送下 川普来到纽泽西机场 按照原定计划 搭乘专机飞往密尔瓦基 出席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回期四天的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 在美国时间15号 星期一在密尔瓦基登场 川普的行程确定不受影响 会照原定计划出席 幸运夺过暗杀的川普 再次发文强调 他绝不会改变行程 让刺客得逞 估计将会接受共和党的正式提名 同时公布他的副手人选 而妻子梅兰尼亚小儿子 也都会陪同出席 在枪击案发生后 党大会会场周边戒备更森严 每个接口都可以看到警察 以及特勤人员 不仅计划扩大警戒线 设立缓冲区 入口处对人车都安排多重案件 不过场外还是有坚定的反川普抗议人群 但并不影响川粉们把川普视为英雄 在纽约的川普大楼外 聚集大批支持者挥舞旗帜 大声欢呼 另一头佛州的海湖庄园外 一样是川粉德派对场地 力挺川普重回白宫 为了防止政治暴力再出现 全美从联邦到各州 以及地方军警 正绷紧神经不敢懈怠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样戏剧性的发展 当然也撼动了美国的政坛 更无疑对这个川普的对手 拜登选情是雪上加霜 拜登又再度的举行了记者会 他在现场是呼吁团结美国 也停止暴力和激烈言论 川普遭到枪击后 拜登14号在白宫椭圆办公室 呼吁美国人民 让暴力与激烈的政治言论降温 并表示已经与川普通上电话 这通电话也是川拜两人 这几年来除了上个月的辩论会之外 极少数的互动之一 CN表示两人着重讨论 此时此刻团结美国的重要性 身为总统的拜登也承诺 提供一切资源保护川普的安全 并下令特勤局重新检视 共和党全代会的所有安全措施 这起重大枪击案件 也让拜登竞选团队 紧急制定新的选战策略 包含撤下广告与暂停攻击川普 转而凸显拜登谴责政治暴力的一贯理念 美国的科技领袖 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 微软执行长纳德拉 以及成与川普互呛的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也罕见称赞川普 在枪火下展现风度与勇气 这股风向也让川普阵营 士气高涨更胜以往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 这个高级的缺乏 其中的友谊和其中的友谊 真正在进入这个选战 比之前更判断的更多 川普在枪击时 高举拳头喊战斗 以及坚持出席 共和党全代会的举动 无疑振奋共和党选民 此时这是否会连带导致 各产业领袖倒戈 转为支持川普 还有待时间验证 TVN新闻综合报道 而世界各国的领袖 也纷纷的对川普表达了关切 包含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表示慰问 不过在这枪击之后 却发生中国大陆的电商平台 迅速的贩售多款枪击 画面的T恤 引发了议论 甚至有店家自豪 这叫做中国熟度 川普在美国时间13号傍晚6点多 遭遇枪击未遂 震撼全球 但是两个小时后 中国大陆的制造商 开始将川普预袭握的经典画面 印制成T恤 随后第一批产品在电商开卖 售价落在人民币10多块到40几块都有 而根据南华早报消息 有店家形容 这就是中国速度 但是现在搜寻 部分商家的产品已被下架 美国官员当日会重新审查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安保计划 以确定是否需要根据13号晚 发生的特朗普集会枪击事件 做出调整 中国大陆官媒几乎每个小时 都有川普预袭的相关报道 并展现官方态度 发言人表示 中方关注特朗普前总统 遭遇枪击事件 习近平主席已向特朗普前总统 表达慰问 短短两句话 中方外交部已不具名的 答记者问形式 公布习近平的慰问 但是没提到具体内容 而现在川普预袭之后 声势大涨 让中国投资界跟股民都担心 美中脱钩加速 因为自2020年起 川普发动美中贸易战 先前更曾提出 当选之后要对中国商品 克征60%的关税 势必冲击中国出口 更悲观地认为 川普重返白宫基于大增 那么中国大陆A股就完蛋了 TV新闻综合报道 此时关注是中非的南海冲突 依旧是持续 在靠近菲律宾的海域 就发现到了中共山东号的踪影 也引发了菲律宾的戒备 同时也获得了日本支持 打算要建立日非姐妹部队 中共第一艘自制的航空母舰 山东号被发现 出没在靠近菲律宾的海域 被认为有威责之意 菲律宾军方表示 这不仅是对菲律宾 也针对区域中的越南跟台湾 现在根据日媒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打算 跟菲律宾海军建立姐妹部队 借此遏制中共海军 在南海意图改变现状 而且日非已签署 互会准入协定 允许两国在对方领土上 部署军队 不只南海有争议 在北约峰会上 日本也点名北京跟莫斯科的关系 带来日益升高的威胁 此时中共海军跟俄罗斯海军 在广东集结 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 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进一步深化 中俄新时代 全面占领学作伙伴关系 另外俄国侵略乌克兰的跳板 白俄罗斯也跟中共军队 展开雄鹰突击联合演习 这是自俄罗斯2022年2月 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中国大陆跟白俄罗斯首度演习 中方表示希望深化两军合作 不过这次中白军演地方距离波兰边界不到五公里 引起波兰密切关注 并告诉外媒 波兰武装部队随时准备确保国家安全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这消息则是让中国大陆政府气得跳脚 德国媒体就说为降低国安的风险要减少依赖大陆的技术设备 所以德国电信商必须要在2026年以前 将华为中芯等公司制造的技术设备 从德国的5G核心网络中移除 比亚迪的仰望U8 在深山沙漠没有网络的地区 也能跟天空卫星连线维持对外通讯 另外专为救灾开发的大型无人机 可变身空中基地台 协助网络中断的灾区恢复通讯 要让科技更上层楼 网络速度至关重要 大陆已迈向5.5G新时代 技术也积极向外输出 但德国最新宣布 基于国安考量 未来五年内将把大陆科技公司的零组件 从德国的5G网络移除 综合外电报道 德国电信营运商2026年前将把华为中心的技术 从国家核心网络5G资料中心移除 第二阶段到了2029年 大陆制造的天线输电线路等零组件 将被完全排除在网络建设之外 消息一出让陆方相当不满 老被欧美抹黑是大陆威胁 大陆国安部也拍了最新的微电影 号称真人真事改编 指控有境外势力 利用校园高利贷逼迫学生拍摄公务员的密件 窃取大陆国家机密 为维护国家利益 欧美和大陆都以国安为名 频频出招 TVB新闻综合报道 香港处处是高楼 但是昨天发生这样惊人的一幕 有一名老汪他在晒衣服的时候 不小心失足 人就这样倒挂在屋外 不断的喊着救命 而这一撑就是20分钟 大楼外墙仅倒挂着一名男子 事发在12号香港关堂 一起惊险的坠楼案 这名阿伯77岁 疑似因为站在椅子上晾衣服 不慎跌落 倒挂在晒衣架 相当危险 目击者说喊救命喊了十几分钟 而就在危险关头 住在五楼的邻居 率先上楼破门进屋 抓住阿伯的一只脚 另一只脚只能继续腾空 这名救援者 当时身体紧靠着窗边 肚子都压到淤青了 过程中他差点撑不下去 就这样紧抓着阿伯 撑住将近半小时 紧销踩道场 先帮忙抓住一只脚 再到八楼 透过绳索救下阿伯 长者长时间倒掉 可能致命 香港高楼林立 普遍善意在屋外 这名失足追了阿伯 幸运的有邻居奋勇搭救 历经生死一瞬间 提北熊神堂陈永文 香港报道 中国大陆兴起了一个新的行业 叫月扫 需求量因为有六百多万人 在城市当中 当月扫的薪资 更堪禀白领上班族 不过就发生一些素质 撑吃不齐的状况 像是在西安就发生一起 薄金月扫 害得宝宝嗆奶身亡 这是从背里面 抽出来的奶 妈妈哭诉 因为月扫照顾不当 宝宝窒息身亡 事发在四月初 中国大陆西安 一对夫妻 为了给早产儿更好的照顾 在知名平台 天鹅到家 花费超过四万五台币 聘请一名薄金月扫 当时特效顾问称 这名月扫 曾带过早产儿 当过医护 比较有经验 不过月扫第一天到班 妈妈就发现 月扫并不专业 多次跟平台要求更换 但是当晚问难时 父亲发现孩子状况不对劲 松一抢救人宣告无效 抢救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们 是肺里吸入了 打量的奶 孩子比已经不行了 没有 他就说他们懒得有保险 他们只承担 十到二岁的准 事发之后 平台清除 就对夫妻的服务讯息 对月扫争议冷处理 可以说天鹅到家 是加分行业的 宝宝军相 宣传片自称是美好公司 服务标准化 登记超过 两百四十万名 加正工 服务次数超过六百万次 占月扫 保姆市场近两成 年度交易额近百亿人民币 但是天鹅到家争议 不止一桩 就曾发生过 奶瓶上出现黑色煤具 煤洗干净 竟因此喂奶十多天 还有月扫为了午睡 把雇主赶出家们等等 因此被网络批评 贵不等于专业 TV新闻综合报道 提摊最新 美洲杯决赛 在台湾时间15号登场 阿根廷最终是以1比0 击败了哥伦比亚 顺利拿下美洲杯的二连霸 这也是国家队史第16次夺冠了 但是球王梅西则是在比赛中 二度受伤倒地 最后只能提前退场 他在板凳上难过痛哭 而后续的伤势还有待观察 好 接下来也是体育的话题 来关系呢 是再过半个月的时间 巴黎奥运就要登场了 而目前这比赛的门票 已经卖出了860万张刷新记录 不过却没有带动巴黎的定房率 似乎还是不太理想 这问题恐怕还是出在价格 倒数半个月巴黎奥运的创举 各国选手将登上90艘船 在塞纳河上举行开幕式 长达6公里的水路 对4.5万警力来说是危安挑战 警方加紧演练 不能让世纪浪漫变成世纪灾难 这回最受瞩目的场馆 还有在国家象征 爱菲尔铁塔底下搭建的沙滩排球场 铺上白沙 工程进入尾声 现在奥运的门票也几乎抢光 没有想到有资安公司就发现 超过700个诈骗网站 都受仿冒的奥运门票 还专挑俄罗斯人下手 另外挥之不去的恐攻阴影 也劝退不少游客 根据统计 奥运之前飞往巴黎的航班定位 只比去年同期增加10% 远低于2016里约奥运前的热潮 巴黎饭店房价飙涨7成 平均每晚要价1.2万台币 订房率没有想象中这么高 就连邻国意大利也来抢观光效益 有农民用拖拉机在田里 画出巨大的爱菲尔铁塔 低成本却成功创造话题 铁卫小松报道 带您来看到这样疯狂的场面 身价超过1200亿美元的印度首富 他为小儿子来办婚礼 大肆铺张连办了4天 当局甚至还要为他封街 而更惊人的是 这婚礼宾客名单摊开来 包含了歌手小贾斯汀 现场现唱 还有祖克伯比尔盖茨 都硬要出席 这不过是婚前几个月的派对 就已经是极尽奢华 新郎官绝非普通人 正是亚洲首富安巴尼的小儿子 安南特 7月12号举办世纪婚礼 婚礼的地点位在印度 梦买这栋27层豪宅 附近街区张灯结彩 届时不仅要封街 还要连续狂欢4天 婚礼请来 西洋歌手小贾斯汀现场 宾客的身份更吓人 包括梅塔创办人 祖克伯 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 前英国首相苏纳克 南韩三星集团会长 李在荣都是坐上宾 毕竟新郎老爸安巴尼 身价超过1200亿美元 光是婚前派对 就花约1.5亿美元 婚礼本身的费用一定更吓人 印度多达2.3亿人 活在贫穷线之下 穷人酸这是猪门酒肉臭 不过世纪婚礼前的活动 还包括替50对贫困新人 举办婚礼 或许是想扭转 一直千金的负面观感 TVH的总部导 台湾明年就要迈入超高龄的社会 加上少子化 也重创了国家的劳动力 更出现了未富先老的威胁 这是什么呢 以台湾来说 低薪高房价的困境 也导致说民众可能到了65岁 恐怕还是没有办法退休 学者就市井 如果在职场上 年龄歧视的状况还是很严重 或是只付低薪给中高龄工作者 那可能会出现日本下流老人问题 工作时很专注 56岁的江小姐在资讯科技业服务 她20岁步入职场 45岁退休后 来到现在这间公司继续工作 江小姐说 她跟先生有一起规划退休生活 打算61岁时退休 我们家先生是 我们都是劳保嘛 那她已经领了一次退的退休金了 那我目前规划五年后的退休 是想要领月退 那因为我们这一代应该 大部分50%以上的应该都有房子 那我们很早以前 就是想用以防养老的观念 去做规划 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去 做那个叫贷款 然后贷款之后的那个金额 去再去做投资 然后用每个月的 她是用每个月的利息 来支付房贷跟她的生活费 江小姐说 从退休金到投资和保单等等 他们都有盘点 她和先生打算退休后 从台北搬去花莲住 除了很喜欢大自然外 加上生活消费 也比台北低很多 而江小姐说 他们有跟孩子讲 父母不用你们操心 可以自己负担 除非你有一个很深固的概念 你一定要把房子留给孩子 对 可是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的父母也没有留房子给我 所以我也觉得我应该就是要自己打拼 那当然他们的环境已经变不好 这是整个大环境来讲 他们是变不好 江小姐认为现在年轻人需要更早开始有理财规划 其实台湾民众面临低薪通膨高房价困境 也造成未复先老的威胁 而根据外资指出 亚洲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 将在2033年开始下降 这可能会使2034年的GDP增长率减少大约一个百分点 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 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约GDP的2.4% 在低生育率高龄化的双重打击下 就可能得面临未复先老 而在亚洲劳动年龄人口报告中 台湾还不是最严重 以2031到2040年 劳动年龄人口衰退前三名 依序为韩国 日本 中国大陆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他基本上是买不起房子 他生要租房子 总是买到房子要缴房贷 那这代表意思就是说 他们未来可能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 可能还有房贷的压力 那有房贷压力代表他的财富 本类就不够多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可能应该就会另外一个 未复先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如果年轻一代30岁买房 贷款40年就是得付到70岁 学者认为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 也该修正了 台湾2025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但根据统计 台湾中高龄劳餐率呈断崖式下降 50岁以上劳餐率开始向下 65岁甚至不到10% 如果国家劳动力不足 但企业却不提供多元职位 给中高龄世代 未来会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 目前国内的就业师对于所谓 作为淫法族者并不是那么友善 很多的高龄者 甚至不用知道高龄 大概现在超过45岁以上的人 你只要离开原有的工作岗位 你要再找工作都很困难 纵使你能找到工作 大概大部分的人都必须接受一个比较 相对他原有的工作薪资低很多的 比较不好的工作 那大概就进入了所谓的工作贫穷的问题 也就是像日本的情况 所以下流老人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而个人的理财规划也得提前做准备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客户为例的话 大概真正比方说40岁以上的人 开始有去做一些退休准备的话 可能人数不到两成 那目前看起来台湾人大概70%以上 尤其是上班族呢 他都是把未来的劳保给付 或是企业的年金给付 当成他唯一退休的准备 也就是说除了劳保年金 跟未来的企业年金之外 他没有再额外做其他的退休准备 这是我们看到的状况 但是靠劳保跟靠千年金是不够的 理财专家提醒 如果以65岁为退休年龄 最晚45岁就要开始准备 不管钱的多寡 有纪律的存钱或投资都好 从个人到国家都必须正视 未付先老的趋势 TVBS新闻 张智安 王一杰 特不得